稳报实习记者张瑶记者郑立鹏上海报道,国际油价下跌之际,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,以下简称中石化,因一则传言被推上风口浪尖。 传言称,中石化旗下子公司,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优先责任公司,以下简称联合石化在原油价格70家买涨原油期货3000,7000万桶,导致亏损数十亿美元,两名高官已被停止。 12月27日晚间,中石化发布公告间接证实了此事,成联合石化在某些原油交易过程中,因油价下跌产生部分损失,公司正在评估具体情况。 联合石化总经理陈波,和党委书记詹琪,因工作员已平直,由副总经理陈港,主持行政工作。 业务判断失误,必须有人对此承担责任。 一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,亏损是一个问题,形象是更重要的问题。 一位接近中石化的相关人士,也告诉中国金银包记者,中石化目前应该处在摸底了解,详细评估的阶段。 事实上,国企参与衍生品交易,导致的巨额亏损并非手艺,虽然目前的损失上难界定, 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,本次交易很可能在业务决策上存在失误。 风险敞口,原油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,暴跌了三成以上。 上海贸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编,向本报记者表示, 在他从事原油期货多年的从业经验里,如此深的跌势,也就见过两三次。 应该是正常的业务决策失误,联合学化的业务能力和风控水,平均高于国内多数同行, 另外不清楚其现货体配情况,如果现货体配得当的话,也许总体损失会比预计的小很多。 朱编一向记者说道,有关稳次交易的价格、交易量、交易方式、亏损程度等信息,目前不说迷离。 但在朱编看来,七千万桶算是非常大的敞口。 按他过去在央企的工作经验判断,如果是期货,如此大的敞口, 一定会受到风控部门非常严格的监控。 就算是联合学化总经理,或者董事长也规逼不了。 朱编认为,更大的可能性是炒外衍生品,签约的时候用了某种手段, 当时没有财务体现,比较容易过风控和投资会,比如ZeroColor。 据记者了解,联合学化本身承担着本集团的贸易功能, 同时也承担着套器保持锁定成本的功能。 在业内人士看来,衍生品市场中套器保持的风险,其实也非常大。 更多的时候是金融资本在控制价格的波动, 产业资本玩不过金融资本,只是承担锁定成本或让锁定利润的功能。 在锁的过程有时候也很痛苦, 要承担交割之前比较长期的波动,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。 有关套器保持的止损机制, 主编一向记者表示, 止损从业务执行角度,来看有时候存在较大困难, 套包本身应该是配食货, 另外质量的衍生品头存在场内止损的话, 很可能会影响流动性导致价格波动更大。 场外对冲的话, 有时候难以及时找到匹配的交易对手。 另一位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, 套器保持需不需要止损机制, 尚且值得探讨, 如果锁定的是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以后的成本, 中间的波动要不要管。 如果止损之后, 价格又向着有利的方向走了, 那么, 衍生品市场的亏损谁来管? 对于中学化而言, 不同的衍生品有不同的风险处置标准。 注定一向记者表示, 中学化遇到这种问题却是非常罕见, 但投资需要通过风险模型的检验, 从量化或风险管控的角度, 测散来说, 发生风险的概率很小, 但现实情况, 是逻辑上看概率极低的事件出现了。 此外, 从原油基本面来看, 供应量在历史高位, 整体来看基本面宽松, 如果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降, 原油的消费可能也不会乐观, 这两方面的因素, 导致价格时间往下回落。 注定认为, 如此短时间实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, 很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, 比如投机以及市场情绪恐慌本身造成的血泵效应。 高盛的原罪, 事实上, 确实存在其他因素, 例如高盛, 关于在本次交易中高盛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。 有人认为, 高盛一路看多油价, 导致相关部门决策失误, 也有人认为, 决策部门该为自己的投资策略负责。 从十几年前到今天, 高盛似乎都是该类事件中绕不开的原罪。 纵观高盛的业界历史, 其助长助跌言论明显。 2008年东航聚会事件期间, 国际著名投资家罗杰斯汉原油上200。 2015年, 高盛最早提出油价20美元论, 结果高盛却改口抄底了这样的设立不胜美举。 国际著名能源专家武建东认为, 重大的石油贸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, 不能建立在故事思维基础之上, 期货交易本身是指牌游戏, 多方并价常常使用骗局思维和宏大的故事宣誓体系。 武建东向记者表示, 各个国家的投行分析师, 对油甲提出判断, 都是在制造一种利益于情的场景, 这种场景大多是一种骗局, 讲的是一种博弈故事, 使用逆向思维发表的相反报告, 以便为自己进行金融操作, 建立更好的多样化的商业环境。 分析师不是为公众服务的, 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, 要用相反的思维来判断。 武建东向记者强调, 超级原油期货大盘操作与金融狙击, 往往是同时发生, 其本身就是石油黑天鹅。 武建东向记者表示, 在国际原油衍生品交易中, 任何超级大盘都是马其肉房线, 都是国际金融维接操作的美餐, 都是石油投机者的韭菜。 他同时强调, 在国际上建议多仓或空仓, 一般是通过石油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盟来做, 才能避免风险。 这种采用一家企业独有的模式建立的超级大盘, 本身就是空光宰杀的对象。 关于高盛涉嫌欺诈国内企业, 北京汶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远中博士三记者表示, 不能排除这个嫌疑。 国有企业只能做套期保值, 但作为投行高盛来讲, 既是其交易的对手方, 同时也承担其投资顾问的角色, 因而高盛有必要对其产品的风险, 做充分的介绍和解释。 据了解, 中石化的相关交易, 需要认证监会备案。 张远中建议监管机构进行调查, 对于到底是正常的业务亏损, 违规参与投机交易, 或是被高盛欺诈需要做个定性。 如果中石化的交易, 不能被定性为套期保值, 就不能说高盛欺诈了, 只能说中石化自己违规。 是否欺诈要看产品的交易方向, 高盛是否对中石化的交易产品, 做充分的风险揭示和说明。 此外, 张远中还强调, 中石化的相关人员本身是专业人士, 如果主张自己被欺诈, 除非高盛的手脚派高明才能成立。 但是不能排除中石化自己做了对赌, 卸货做多期货也做多, 就会发生像当年中航游类似的情况。 国际原油定价机制, 中石化原油交易亏损案的终极原因, 在于原油定价, 而各类原油价格的形成与运用背后, 是主要国际原油定价体系内行为主体的博弈。 据了解, 在国际原油市场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, 原油定价主要可分为三种模式, 跨国石油公司定价, 1900, 1973年, OPEC定价, 1973, 1986年, 和期货定价, 1986年至今, 武建东三记者表示, 国际油价必定是国际低原政治, 国际金融力量, 国际产业力量, 主要石油进口国之间, 利益平衡的一种表现。 原油定价更多的是国家间的力量, 以及国际产业力量的博弈, 而不是金融价格的走势, 更不是金融分析师的判断。 在武建东看来,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, 美国从原油的进口国变成出口国, 国际原油的定价机制, 也发生了创新变化。 国际原油定价机制, 正从过去对原油期货定价为主的模式, 逐步转换成为期货定价, 大国政治操作定价, 国际产业联盟协调定价, 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定价等负荷定价模式。 国际油价的定价结构, 出现了组织复杂性与层级复杂性相结合的范式, 操作规格与交易生产力都需要与时俱进, 实现颠覆性转变。 武建东认为, 在原油定价体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, 国内油企仍然采用传统的原油期货定价模式, 解决中国原油进口需求, 是根本错误的, 也是一种跛脚的管理方式, 未能与时俱进, 这样的教训, 必须被深刻的认识到。 此外, 武建东还表示, 操作含量的原油期货单据, 违背现有国际期货体系的常规交易模式与交易能力, 从2017, 2018年国际能源杠杆市场规模, 国际能源债券的收益体系, 大型能源企业股价, 相对稳定性等角度提升分析, 以上三种指标运行规模, 不支持油价大幅上涨条件, 技术层面不支持中石化海洋聚舱操作。 他认为, 中石化这次化的是重大的技术错误。 上述接近中石化的相关人士, 也向记者表示, 如果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, 发生巨额亏损, 并且与鲁莽交易, 只算精致的吹咔等因素相关, 就会引发关注和追责, 也就会产生类似本次的停止调查。 记者多次拨打中石化对外电话, 均未能接通。 联合石化方面则对记者表示, 不方便直接给对接人电话, 也不能给接受采访含邮箱。 截至发稿, 两家企业在未有最新剧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挨赞哦。